你的确被调查我们下了不少功夫啊,不是吗? 个人爱好而已 也就是说,你连绿扯的内裤尺寸也知道 就和他昨晚吻了我之后的表情一模一样 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一切都会回到正魁,我们还是有普通朋友,前辈和后辈 我们都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可以说那件事情都怪我是个喝酒物式的混蛋 主要怪我是个蠢货 Leslie大声清了清喉咙,摆弄着自己的领带 抛开他这样自我贬低的笑话不谈 我能看出他是认真的 我俩的友谊彼此而言都十分重要 所以我明白他的用意,不过 我对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感觉呢? 问题不在于喜欢Leslie与否 而是昨晚的情况 我 我昨晚喝醉了,所以我觉得很内疚 我绝对不想忘记 我绝对不想忘记 不,老大 我不想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绝对不想 尽管我不知道从今往后事情会如何发展 但我,我很确定我喜欢你 你指的是喜欢和我接吻吧 我不是很明显吗? 那不是很明显吗? 哎哟 没错 你当时真的很享受啊 我都能感觉到 你双腿之间有一点小 或者我应该说 大反应 是是,行了,别再说了 Leslie又恢复成她平常 致命不凡的脚 的模样 嘲笑着我慌张的反应 但是我能看出来 能够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弄清楚的 她终于能感到安心了 我也同样 诶 确定二路平安武士之后 我们再 找个更随密的地方 好好谈谈 你认为怎样? 听上去不错,老大 你刚常是 我还没说完 Leslie突然把我紧紧的抱在怀里 她摟得那么使劲 似乎令我喘不过气来 她把脸埋在我的尖头 不断的磨蹭的 她这样会让我感到如此心痛呢? 如果我心中 总是充足着这样的情绪 我永远也成不了一个铁石心肠的诊探呢 我深情了她的口气 然后也伸出隔膊用力的把它揉住 在她短暂的片刻里感受着对方给的体温 嗯 好了 很快 Leslie深吸一口气 把我推开了 接着我们和平常一样 查对方点头 假如我们动作快一点 查清事情之后 或许还能敢在店铺关门前 买个炸奶酪卷哦 你没说过你会读心术啊 我才不想读你的心呢 谁知道我会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 真聪明 满怀着决心和希望 我们这对搭档煎饼间离开的办公室 真如Leslie信任我一样 我也信任她 我们会一同把工作完成 欢迎光临学生们 祝两位有个美好的夜晚 低沉的月声像 浪潮般向我涌来 红光灯光 舞动的人群 还有 和闪耀的酒杯 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 哇 这个地方还真是热闹不是吗 Leslie在我身边低声嘻喃着 目光扫过了整个酒吧 今天人要稍微少些 肯定是因为他们听说的你要来访 哈 真过分 我们穿过 大群 朝吧台走去 我的视线被一群熟悉的身影吸引过过去 就是那天晚上的那群鬼鬼祟祟的家伙 不过今天他们的人好像更多了 我用手秤轻轻的推了Leslie一下 并朝那群人的方向 点头适应 他随着我不动声色的指 是 弯过去 稍微 眯了眯起眼睛 我们两个并没有交谈 但我很清楚我们的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那些人一定是万也的手下 Leslie在酒吧台给我们点了杯饮料 只是为了做做样子 我们必须找到门路打探2的消息 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 杰克 你终于现身啦 嗯? 啊 某人的声音 压过了闪亮的音乐 高声呼唤着我 我愣在了原地 如果是我认为的那个人 那么 昨晚我可真是失望极了 杰克 特地的给你准备 那瓶高级蜂蜜 桃子白蓝帝成了我唯一的倾诉对象 果然 万也带着往常的狡猾笑容向我走来 将一只手臂靠在吧台上 哦?你还带着个朋友呢? 万也把注意力转向了Leslie 首先仔细地观察了她几秒 然后才礼貌地点了点头 Leslie做出了同样的反应 她沉默打亮整晚眼 但很快 他们脸上 嗯 就展开了笑容 你一定是麦也了 杰克总是歌颂你的不凡 现在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 哦?她真的参赞我了 我对了麦也的事情 她冲了我眨了眨眼 似乎在暗示什么 好极啦 Leslie 真是 多亏你在这先锋点火了 不知道我怎么称呼你呢 嗯 叫我Leslie就行了 我很高兴认识你 等一下 她包上了自己的真名 嗯? 难道还计划了什么 她们两人的手臂黄绕我身旁 互握了握手 脸上依然挂着自信满满的笑容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看看我猜对了没有 你是否和杰克一样都是一位 人民功夫呢?Leslie先生 嗯...你说对对极嘛 我们就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原来如此 有趣有趣 唉 此刻的环境 相当令人不适呢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啊 那你呢麦也 你在做什么工作的啊 正等着你混起脑 我认为自己是一名人民公仆 我之前感觉到了 你一眼看出你的时候 我心里就不静着想 错不了了 这必定是个 慈悲为本的大好人 我就知道 也许你不会信 但我当时对你也是同样的感觉 你那高贵的气质已经充分的 说明了你的品行 想必你一定充满着责任心 我向来尊重这样的人 不对 事情真的有点不对劲 他们肯定不是在认真的 事实上 这听起来似乎像是 话说回来蜿蜒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Leslie停顿了一片刻 撇了野挂钟 虽然是匆匆一眼 但是似乎 都数一为之 当然 尽管问吧 昨晚夜里 你也没有碰巧 一个 一头乱蓬蓬的黑色长发 尖鼻子 和 中眼睛 走路还有一点 一拳一拐的小伙子呢 蔓延一手疏离着自己的头发 目光狡诈的 纳向一边 嗯 这长相听起来非常熟悉呢 我很有可能见过他 但Leslie先生 你要知道 情报通常都是有代价的 就在那个瞬间 啊 啊 挑子来了 地下酒吧大门 猛然的被撞开 一小队警员蜂涌而入 音乐夹然而止 大厅里回响着人们的尖叫声 但烧乱很快就被平静了下来 警员们将枪口对准着目标 嗯 黑帮也举起了手枪回应 两方对峙而立 Leslie 你究竟 李扯 我们此次再说 Leslie迅速的抬 手示意我保持安静 我只好一语不发 木屯口呆的站在原地 这跟我们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啊 你不是同意过要先搜索警报了吗 除非Leslie是认为我会对曼野心软才这么做的 伊斯曼 我建议你最好和我们合作 攻出那位探员的所在地 嗯 曼野看上去 初期的冷静 半点没有表现出他应 有的震静 他怎么还能如此淡定啊 他事先并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吗 没问题 我很会配合的 但首先 我恳请 命令你的人把武器收起来 我也会下达同样的指示 去除了发生意外 流血事件的可能性 我们才好心平气和的交流 你同意吗 Leslie犹豫了 这种无端的信任感可能很奇怪 我的确能感受到他们 都不希望事情以暴力突收场 我很清楚Leslie讨厌伤害他人 连罪犯也不例外 外野看上去也不像是那种 重上暴力的人 我明白了 两人窗目交接 然后各自手下点头示意 双方都不情愿地收下了枪口 虽然房间里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 但还是远远不到平和的地步 先说在前头 你们的警探员安然无恙 他被扣在了里屋 吃饱喝足 实际上他已经和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混熟了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这听起来似乎很像Earl 那小子跟任何人都处得很好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 自然是把他用作幼儿了 幼儿? 幼儿一点点头 充我露出了一个 带有歉意的微笑 尽管他看起来对此色相当自明得意 你瞧 那天晚上我们的朋友杰克到访之后 我忽然有个主意 你们的线人正是我的手下 在Lichert进入前我就知道他是个侦探了 所以我决定和他聊了一聊 你是说 那天晚上 那是 别误会我的意思 Lichert 我非常享受我们交谈的时光 但是我一直在找机会和克利弗兰的执法部门达成协议 我敢说你是那种精明务实的类型 他从此间呼了一口气 轻轻摇头 但Lichert却 我能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 他既不完全赞同进酒令 也不像是可以被收买的人 这让我感到很好奇 想要拥有 所以我提出和他做个交易 直到他无情无义的爽约了 事情就是这样 向他报上真名可以说是我后辈的计划 我知道他很快就会找到其中的关联 然后再次回到这里 至于俘虏你们的探员 更多是心血来潮的举动 同时也多半是有点愚蠢 但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副圆满不在乎的笑容 漫不经心地拢个拢肩 你真的从一开始全都计划好了? 风险不是很大吗? 当然 但我也在我的计算之内 麦也随意地挥了挥手 像是驱散我的怀疑 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 我喜欢冒险 而通常来说 回报都是很不错的 不过 我事先调查了你们个人背景和过往案件 我知道在尝试过其他手段以前 你们不会 假然突袭我的地盘 所以你可以理解 一切正如我所料 突然之间我就清楚认识到这个男人是怎么当上黑帮领袖的了 他的足之多谋 冒险精神和个人魅力 共同构成了他富有危险性的人格 唉 我感觉就像 在算局中被老天 骗了钱似的 Leslie一手扶着下巴 急促地眨了眨眼 就仿佛正在努力 理解刚才听到的内容 这也难怪 虽然我知道麦也相当敏锐 但我完全没想到他从最初就计划了好的一切 尽管你的形式手段十分可疑 但我不得不承认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刚才提到的交易 能具体说说是什么交易吗 Leslie 出乎我意料之外 Leslie微微挑眉 谨慎地询问着麦也 我本以为他会 恍然大怒 但是听起来 他反而欣赏麦也 啊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不如我们去一个中立地带私下商议 地点就由你们来订吧 我们都不带任何武器 让各自手下在外面等着如何 如果你不介意 稍等一下 Leslie 拽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一旁 凑近我的耳边滴雨 你真的信任他吗 通常而言我会认为这简直是个自杀行为 不过 不过 这个和我遇到的其他人 都不同 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黑帮头目 反而更像是大公司的老板 我绕绕头 我绕绕头 虽然很是为难 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那天晚上 我初次遇见麦也 也是同样的感觉 我不认为他会对我们不利 老大 他的确是个黑手党 没错 但我感觉到他是真心想和我们合作 否则这一切 就过于大费周章了 况且老实说 我很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唉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 你觉得我们该听他把话说完吗 我犹豫了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我们都很清楚 这是在玩妥 但对于我和Leslie来说 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Leslie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直说啦 我能看出 你是那种总会 未雨绸缪的人 麦也轻描淡写的 插口道 我们都转过头看向他 如果你们今晚出了什么意外 我肯定会惹上大麻烦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那绝对不是我所期望的局面 你的确未调查我们下了不少功夫啊 不是吗 个人爱好而已 也就是说 你连绿扯的内裤尺寸也知道 老大 恐怕你需要用 别的东西来交换这个情报了 开始漫天要假了 我喜欢 我突然感觉 唯一的盟友已经背叛我了 很好 非常好 经过一番简短的商议 我们三人 将会面地点定在了一间酒店的房间 那些不幸募集全程的顾客们 被折散出去 酒吧许落在他们下次光临时 会提供免费的酒水 但在现今的世道里 混乱平息下来之后 我们三人带着各自的手下 前往酒店 我甚至无法想像今晚会迎来怎样的结局 但愿一切顺利 是幽默楼 如果我爱你